香港不是阿爺話次 真是要改一改 不是北京話次 我們都很尊敬我們阿爺 北京那幫人哪裏是我們阿爺 我覺得真是 沒用了阿爺那兩個字 我真是希望衷心要改到北京好過 那有些人說 長毛 你好拆不拆拆奧樂軒 我說你神經病 最好當然是長毛 是不是 當然是拆我自己 但問題是什麼 我都想講這件事講了很久 我們經常都傳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對手很強 全部都是廢話 我的說法很簡單 2016年 大家是用你的票去選一個 李心儀的議員 選完了 為什麼我們要再選 是因為要加一毛 你加一毛你肯來 我們就還擊 你打我一場一隻 你一腳 那我們的陣勢是什麼 我們是今天 所有人 都集中自己的票 投回自己的陣營 是不是 做一個平頭品足 品什麼差 我經常講 就算我和某人 隔一條河 隔一條河 我和這個北京隔一個河 各位香港的選民 記住 以後 在補選那裏 不要說平頭品足 這個誰 那個那個 2020年 你就可以平頭品足 因為2020年 那時候 就是正常的選舉 這次 港肚 全頭 歐樂軒 你觀置兩個口 我怕個三個口的人 殺死你